老爸,荷兰为什么要改名尼德兰? 其实荷兰并不算改名 因为荷兰的国名原本就叫尼德兰 它的英语翻译过来就是尼德兰王国 那么我们为什么以前叫做荷兰呢 其实跟尼德兰王国的构成有关系的 尼德兰王国一共有十二个省 然后这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省 一个是南荷兰和北荷兰 所以说荷兰地区是这个王国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域 那么以前就像航海大发现 海上马车夫主要就是指了这两个地区的人 那么荷兰的风车,荷兰的郁金乡 也是这两个地方是最有代表性的 所以荷兰是尼德兰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当年航海大发现的时候 这个名字也随着他们的船队传不着世界各地 世界各地的人就把这个省民当成了国民 称他们为荷兰了 那么荷兰人觉得不太对啊 自己以偏概全了 而且他们又发展旅游业 去荷兰旅游的人都跑到这两个省 而不去其他省 他们想做一下分流 让其他省份的旅游业也能发展出来 所以他们大胆持股来 抖音